这里有个山 这里叫做山区 这里叫做河谷 数字号码小的表示 是比较老 数字大的表示你比较年轻 请问你山区跟河谷各处于什么构造 山区跟河谷各处于什么构造 没有牵筒 9号 9号大哥 来 9号大姐 来 山区是什么构造 河谷是什么构造 山区是向斜 河谷呢 山区凸起来的是向斜 好了我不要骗你了对了 我故意问的 河谷是背斜 山区是向斜 你觉得这个题目的重点就是要告诉你向斜跟背斜是不是看表面 不是啊 你再过去杨明山哇杨明山突起来背斜 不是这样看 不是这样看 OK 那重点是你不是看起来出就是背斜 看起来凹就是向斜 地形的高低是轻实的结果要严重的弯曲才叫做折皱 OK 好下一个 这有三块黏土 我把蓝色放最下面 黄色放最上面 然后呢叠好 然后旁边一挤 就挤出来了一些折皱 经厂一下 哪边是向斜哪边背斜 然后呢拿一个小刀 把上面切掉 你要切成凹凸的波浪的也可以 切成平平的也可以 把切掉 切掉以后看一看 看一看你当初看到向斜的地方颜色什么分布 背斜的地方颜色什么分布 然后就问第一题简单题 你把小刀把上面切掉这个动作 是类似我们学过的什么 29 29 29 护语是29 举例啊 小刀把上面切掉这个动作 就类似我们教过的什么事情啊 一共大 你有讲话吗 你说什么 轻拾 请坐下 类似我们教的 这一题叫考那个对称性分布 老的在中间还是年轻在中间 蓝色在最下面 黄色在最上面一起砍身折奏 你把小刀切开 由上往下看 看到了 如果你被你挖掉 以往背斜 它的颜色什么分布 答案是红黄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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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的 没有29 没有 所以9用完了 这号码叫做2 2号 Number 2 2号大人 请问你 什么分布 一共上 黄红蓝红红红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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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有最正性分布 二老的在中间 蓝色最老 所以蓝的在中间 黄的在最旁边 所以分布是 黄红蓝红红 同理可证 如果是像谁呢 呃 你是2号对不对 22 22 答案啊 报答案啊 不要玩耍 蓝红黄 红蓝 你说 OK 就是重点 就是刚刚讲过的 对称性分布 老的在中间是背斜 黄红蓝红红 请问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很好